台灣外賣與大陸外賣的區別 在台灣點外賣 麥當勞 你好請問你們可以外送嗎 不行啊 謝謝啊 謝謝 請問你們可以外送嗎 啊 要50塊錢啊 配送費50塊太貴了吧 燒雞可以外賣嗎 好那來了付錢嘛 好謝謝啊 謝謝 我到了 這麼慢 幹成這樣子啦 在大陸點外賣 哇好多好吃的 哇 哇 好快啊 哇 好燙耶 哇老闆還送了小餅單跟送口水耶 這太貼心了吧 其實這兩年呢台灣也漸漸有外送服務 Uber Eat Panda等等 但是論效率跟論體量來說 還有服務來說 實在是差大陸太多了 我們中國大陸的外賣產業非常的成熟 在最艱難的時候 在疫情中 它幫助了無數的餐飲企業 洛陽不愧是千年國際大股都位 連緬甸印度泰國的佛店都有耶 好酷哦 你們對洛陽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鄭總今天什麼時候開播 今天要把原來的衣服再甩一甩 然後新款好多大概有二十個款要上 所以要久一點大概十點鐘吧 等我一下啊 我不能收起的焦點 都撒在你面前 我懸患電動 操作的心才方便 看嗎真的 真的在哭啊 我的種 你怎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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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笑得要做沙拉 他哭啊 爽的我不沙拉 我不沙拉 真的在哭啊 怕不沙拉不沙拉 工作的時候啊 就盼望著收工 收工以後最快樂的 就是買一點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你看 炸饅頭 炸饅頭配花生米 那真是絕配啊 再來一碗熱騰騰的餛飩湯 炒個青菜 哇 好滿足 嗯 絕配 你一定要 抖音 抖音 快樂 請問和声 你看我們 想要 大混音 兩隻 畂 可以 睡 雹 一 一 二